如果你坚持清断食一个月会发生什么 这是粉丝私信老黑的一个真实案例 网上一名博主以身试法做了一个30天清断食的实验 想要通过这个方法来减肥 那么它最后成功了吗 今天这期视频老黑带大家带入式参与这个实验 全程高能将会颠覆你的认知 首先实验开始前你必须搞懂清断食的意思 并不是简单粗暴的节食 而是在规定时间内吃东西 别的时间你只能喝水禁止进食 清断食分为两种模式 一种16比8模式 一天只有8小时内允许吃东西 剩下16个小时禁止进食 一种5比2模式 5天正常吃饭 剩下两天只能吃四分之一的食物 为了能够更快减肥 你选择了16比8模式 挑战开始的第一天 为了让自己白天有精神干活 早餐你选择吃得比以往更加丰盛 你煎了两个鸡蛋 还准备了一份蔬菜沙拉和面包 午餐你给自己炒了一盘芹菜炒肉 炒虾仁西红柿蛋汤 这些食物都是不含太多热量的 为了秉承着8小时内进食的原则 所以下午4点你就开始吃晚饭 但是只吃了水果和蔬菜 这就是你清断食一整天的饮食 虽然时间控制得很紧凑 但是第一天你并不觉得饿 挑战进行的第7天 这7天你的饮食都是坚持少游少温 但是随着挑战的天数增加 你晚上饿肚子的概率变得越来越频繁 即使是躺在床上的时候 肚子也是叫个不停 这个时候你是最难熬的时候 因为你的身体和肠胃刚适应食物的减少 但是胃酸一直在分泌 所以你会饿得肚子有点不舒服 但是为了减肥 你必须忍着 然而更可怕的后果还在后面 如果你连续30天清断食会变成什么样 当你清断食的第15天 你发现自己的饭量减少了很多 因为一天中进食的16个小时 让你的胃部一开始变得不适应 所以功能轻微紊乱 但是随着吃饭时间变得规律 你的胃部逐渐变得适应 你不再像以前一样出现强烈的饥饿感 而在这15天里 你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得更好 这是因为你晚上不吃东西 所以上床睡觉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早了 早上起的也更早 睡觉时间规律了之后 你的内分泌也变得更平衡 脸上的痘痘黑眼圈也就此消失 整个人的气色变得更好 当你清断食的第20天 早上穿衣服的时候 你能明显感觉到裤腰变得更大了 裤腿也不再紧巴巴 这是清断食减肥效果出现现 因为清断食确实减少了热量的摄入 再加上饮食量减少了 但你身体消耗的热量并没有减少 这样还能消耗你体内多余的脂肪 长时间坚持就能看到效果 终于你坚持到了第30天 在最后16个小时的 禁止进食时间结束之后 你马上站到秤上撑了一下体重 结果发现自己居然比一个月前 瘦了整整10斤 不仅瘦了身体也变得更健康 因为清断食并没有打乱你的饮食计划 也没有让你突然节食 而是减少了晚上不必要的热量摄入 这个方法能很好地清理你的肠道 让你的饮食结构变得更稳定 所以这种方法是非常健康的减肥方法 但是老黑还是要给大家提个小建议 如果你的体重基数并不是很大 可以选择5比2的清断食模式更好 这样安全系数更高 那么清断食还有哪些真相呢 想减肥的人清断食这五大真相 你要知道 一 清断食最长进行几天 任何减肥方法一开始都要循序渐进 清断食减肥法你可以先坚持一到两个礼拜 如果觉得身体并没有出现什么不适感 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一直到你发现自己的体重已经减掉了不少 这样你就可以稍微停下来了 二 清断食减肥会反弹吗 如果你清断食结束之后 马上就开始大吃特吃 那是一定会反弹的 也有一部分人想清断食期间减掉的 只是身体里的水分 只要一恢复正常的饮食习惯 那也是会反弹的 所以想一直靠清断食减重的效果 那就得长久的坚持 短期内清断食是没有什么太大效果的 三 清断食除了减肥还有什么好处 很多人都是奔着减肥所以清断食的 其实清断食也能够帮助身体排除毒素 毕竟身体饥饿的时间别多了 肠胃蠕动的次数和胃液的分泌也会增多 没有食物的话 那么肠胃中的杂质就会被消化或者排除体外 另外清断食是促进血液循环 科学研究表明 短期的清断食是有净化血液的好处的 四 清断食的坏处 因为要饿肚子 所以很多人清断食之后 最常见的现象就是晚上饿得睡不着 睡眠质量就会因此变差 成此以往人的情绪也会因为睡不好而变得糟糕 另外长期清断食还可能会导致肠胃功能紊乱 因为胃肠一直在白白分泌胃酸 但是没有食物消耗 所以很有可能造成胃溃疡 五 哪些人不能清断食 清断食多多少少都跟节食沾边 所以身体素质本身就不好的人不要清断食 比如低血糖的人 正在发育的青少年 孕妇 糖尿病人 还有瘦的人都不能进行清断食 不然会导致营养不良 造成身体损害 我是老黑 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有我来告诉你 欢迎评论私信轰炸 咱们下期再见